和几个同事聚餐,听见隔壁有人叫我男友名字,反正你也没女朋友,我妹还配不上你。听到那人这么说,我的心放了下来,应该只是同名同姓,正想发消息告诉他这个奇遇。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,带着点笑,呸。隔壁的气氛瞬间热闹起来,我的心却沉入谷底。我跑去厕所打电话给他,被挂断了三次,他微信发来了一个问号。你在干什么?我好像生病了,你能来公司陪我去医院吗? 大概是心存侥幸,给他发这句话的时候,我手心都冒出了汗。在做实验,导师今晚就要数据,让你同事带你去,我晚点去看你。我不知道自己在期待着什么,泪水啪哒滴在屏幕上,能打个电话吗?难受。那边沉默了很久,电话响起,宋远和的声音从厕所门外和电流中一起传来。视线被泪水模糊了一片,但我和他通话的语调却还是带着软软黏黏的笑意。直到有个女生跑来喊他,他才匆匆挂了电话。看着镜子里装都花了的自己, 我突然想起以前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,一个男人如果从来没有嗅过恩爱,那他一定是觉得自己的女朋友拿不出手。当时我还拿着手机给宋远和看,抱着他笑网有肤浅。现在想来,傻的还是我自己。和宋远和再一次四年,他从来没带我见过他的同学、朋友。我问他的时候,他只轻描淡写地扫了我一眼。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,为什么要见其他人?宋远和是有那种掌控人的气场在身上的。 被他这么一说,我瞬间就觉得自己很无理取闹,再也没敢提过。她是顶级高校A大出了名的学神,我是他隔壁街不知名一本院校的笨蛋美女,门门成绩低分飘过,多一分都是靠老师努力。 没认识他之前,因为长得漂亮,家里小妇,我从来没自卑过。喜欢他以后,我就变了。变得小心翼翼,为他是从。在洗手台前,擦干脸上花掉的妆,整理好表情。我又回了包间,真的很不好意思。我身体有点不舒服,得先回去休息了。过两天,我来请大家吃饭吧。 同事们纷纷关心我,甚至有两个女生扶着我出门,路过宋远和包间的时候,我把头埋得很低,生怕他们有人开门看到我。明明应该害怕的是,说了谎的宋远和才对。 意识到自己有多没出息以后,我脸色又白了几分。到家以后,我连灯都没开,就摸索着,锁在沙发上,开始翻手机。试图找到一点点,宋远和在意我的证据。 没有。轮回的消息,几乎永远被挂断的电话。生日的转账,连祝福都没有。我开始有点佩服我自己。就这样,这四年来,我居然还认为他只是性格天生冷淡,但还是喜欢我的。伤心大概是一件很好体力的事。迷迷糊糊间,我就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,突然感到身体悬泪。 空,我被惊醒。睁开眼便看到宋远和比我的人生规划还清晰地下恶险。他把我抱在怀里,看样子是想把我带回房间睡。醒了?生病也不上床睡。 宋远和低头看着我,挑了挑眉,带着稍许训斥的味道。明明才发现他其实并不怎么喜欢我,现在却又立马掉进温柔的陷阱。 我眼睛酸酸地,低着头不看他,轻轻应了一声。生气了?宋远和把我放到床上,盖上被子,捏着我的脸,让我不得不直视他。要是往常他这样问,我一定连忙抱着他的脖子,跟他撒娇,告诉他我没有。 好证明自己和那些女生不一样,我是不会做的,我是他最好的选择。 可现在,我难得赌气,敏着唇没有吭声。不可否认,我在偷偷的气带着他哄一哄我。我想,只要他现在哄我了。那今天我听到的,想到的所有事都翻篇,我那么喜欢他,我可以一直装傻的。 不过宋远和没有。他只起身子,颇有些背懒的捏了捏鼻梁鼓,欲掉带着些许烦躁。 族里有事走不开,我也是现在才结束。你在闹什么?我瞪大眼睛盯着他,情绪崩得很紧,几乎快要克制不住质问他,妄图能歇斯底里和他吵一架。 可心颤抖得这么厉害,我害怕极了,我知道,如果说出来,我和宋远和就完了。 手死死,捏住背脚,我没克制住眼泪,率先低了头。 不要生气了,我就是身体不舒服太敏感了,对不起。 你也累一天了,早点休息吧。 哭什么?宋远和撇了撇嘴,弯腰擦了擦我的眼角,乖一点,我去洗澡。 这么累,我带你洗。宋远和拿着浴袍正准备往浴室走,看我坐在床头一动不动地发呆,便沉着声问了一句。 我摇头拒绝,不知道这是宠溺还是敷衍,浴室流水声缓缓响起,看着天花板,脑子空空的。 关于不爱的想法一旦升起,便会越来越强烈,总有一天,我不能再粉饰太平,大概就会失去他了吧。 今天周五,公司提前下班,我鬼使神差地跑去甜品店买了些甜品,就往宋远和学校去了。 一路上,我盯着手中的蛋糕,告诉自己,只是给他送好吃的而已。 他那么爱吃甜食,一定会开心的。 可惜再怎么心理暗示,我还是紧张,这是我第一次来他学校。 从前就算要来,也会打电话给他。 他会出来站在校门口等我,我一次也没进去过。 被拒绝的理由,听起来也很像那么回事。 学校进出需要门禁卡,我不是A大的,进不去。 把车停在校门口,愁愁了一会儿,我长舒一口气,还是决定混进去。 同学,我来找人,可以带我进去一下吗? 我小跑上前拦住一个正准备进去的高个男生,他身高的超过一米九,看到正脸才惊觉自己可能找错对象了。 看起来很高冷的样子,应该不会同意。 男生愣了一下,点点头,可以。 好说话得有些意外。 我道歉以后,跟在他身侧,被保安拦下的时候,他低头弯腰,和保安打了招呼。 抱歉阿叔,我女朋友和我出去吃饭呢,他忘带门禁卡了。 等进了A大,我才知道,原来门口看起来凶神恶煞的保安叔叔那么好说话,原来高不可攀的A大这么容易进。 心里生起一股密密麻麻的色意。 你要去呢? 认识路吗? 男生带着我走离保安的视线,便弯腰问我。 他眼睛长长的,看起来是有点凶的,但他的目光却很沉静,一看就是家教很好的男孩子。 形成强烈的对比,刚刚被压下去的委屈又冒出来,泛滥成灾。 但我还是拒绝了他,没想再多麻烦,也不想让别人带着我出现在宋远和面前。 将本来带给宋远和的蛋糕,分出一个给他,便到泄离开。 边问过路的学生边摸索,我终于找到了信殿学院的大楼,在楼馆出问了宋远和导师的实验室地址,我便赶去了。 刚到门口,后面就传来一个男生,很像前两天在饭店听到的那位,介绍自己妹妹给宋远和的。 同学你找谁?宋远和。 他回去洗澡了,你先进来等会。 因为是吃晚饭时间,实验室里只有灵星的几个人正在电脑前忙活着。 我叫袁宇。 你叫什么名字?是宋远和妹妹吗? 袁宇搬了个板凳,笑眯眯地坐在我面前。 文言,我瞟了一眼手中的蛋糕,好像是要和蛋糕借点勇气,我叫徐子清,是他女朋友。 这话一出,实验室里灵星的几个人手上动作都顿住了,直直朝我看来。 袁宇表情更是僵硬。 你逗我吧,宋远和奶奶的女朋友。 正巧实验室的门被打开,宋远和他们几个人都回来了,站在门口。 他身边站着一个高挑白皙的女孩子,看起来就一身舒眷气。 我以为他看到我在这里会有一丝丝紧张,哪怕一丝丝呢? 他没有,只是皱着眉,把不悦在眉宇间写得清清楚楚,语调偏冷。 你来干什么?给你送蛋糕? 我低下了头,声音也低了,明明想问的是我不该来吗? 可看到他以后就没了和他争执,逆着他脾气的勇气。 卑微到我都瞧不起我自己。 不用,我送你出去。 宋远和瞟了一眼我手中的蛋糕,朝我走来。 袁宇率先憋不住了,质问他,不是,宋远和你什么意思啊? 你有女朋友你不说? 宋远和朝我招了招手,示意我过去,等我站到他旁边他才开口,有没有还得跟你打个申请? 说完就捏着我的手腕朝外走。 路过那个疑似是袁宇妹妹的女生时,我看了他一眼,他也在看我。 不避不让,目光冷静,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。 原来会读书的人可以高人一等啊。 女朋友,一般。 他不仅审视,他还评价出来,看着宋远和挑了挑眉,很有个性的样子。 一股无名怒火从心底腾起,我回头就要质问他哪来的资格评价我。 A大学生的教养又去哪里了? 可惜,宋远和和我相处了四年,他又这么聪明,一下子就看出了我的意图, 拉着我的手带点力气一拽,制止了我的行为。 他只是轻飘飘扫了一眼那个女生,什么话也没说,像默认似的离开。 到了楼下,一路走到校门口,我们谁都没开口过,被羞辱和忽视的感觉几乎要把我淹没, 情绪在崩溃的边缘反而更为冷静。 你就这么让别人说我。 我红着眼睛看他,泪水聚集在眼眶里,不肯掉下来,好像掉下来就输了。 宋远和抿了抿唇,他性格就这样,你理论不过他的,更难看。 话里话外,都站在别人那边。 我多想问一句,那你哪怕为了我说一句,关你什么事都不行吗? 可我只是默然地偏着头不看他,憋着眼泪,不想把场面闹僵。 好好的,来我学校干什么? 我见不得人吗? 我声音很轻,把这句质问的话说成了委屈的语调,但我真的很想问。 即使这样,宋远和依然冷了脸色,所以你怎么想? 说完他就头也不回地进去了。 留我一个人,站在原地,有些弄不明白四月的风怎么这么冷,冷到骨子里,腾出眼泪来。 从那天以后,宋远和已经四天没回来过,摆明了在和我冷战。 我还是没忍住打电话过去想和他道歉。 但是道歉也不是我想就能有机会的。 他微信不回,电话陆陆续续挂了几个。 心情越来越压抑,像藏着一团火,我不知道该怎么办,开车到了A大门口,坐在车里不断给他打电话,直到第七个,他终于接起来。 什么事?我在你学校门口,能不能出来见一下?那天是我错。 我不在学校,和导师去杭州开会了。 宋远和打断了我,声音淡淡的,好像没什么耐心听我道歉。 那我去找你好不好?我想都没想就问了出来,我只知道现在必须要见到他,要和他和好。 他冷落我的每一天,对我来说都很煎熬。 随便你。 宋远和愣了一下,无可无不可地回答。 尽管只是这样,却也叫我心情瞬间明朗起来。 他这个态度肯定是软化了。 挂了电话,我就连忙订最早去杭州的机票,从A大开回去小跑进楼回家收拾行李。 急匆匆到机场,给宋远和发了航班消息。 飞机落地,出了机场就看到宋远和已在栏杆处,看到我笑着招了招手。 他很少笑,所以显得很温柔,叫人心脏扑通地跳。 他自然地接过我的行李箱,带着我乘车去酒店。 你们都住这吗? 我把身份证交给前台,顺口问了宋远和一句。 宋远和玩着手机,头都没抬,不在,我们酒店定在姿意大附近。 瞬间一股气堵在胸口,我没再说话,直到拿了房卡进了房间才问他。 和他们凑一起干什么?你爱找我同学的? 宋远和到了杯水中没问我,好像我很无理取呢。 他说得这么理直气壮,我一瞬间就有些气短,可笑的是,愣神的那一秒。 我竟然觉得他说得有点道理,完全忘记我们之前是因为什么冷战的。 这事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先过,宋远和带我去吃了火锅。 送我回来的时候,已经很晚了,我便试图留下他。 即使已经和好了,但我还是不安心,便想证明些什么。 可宋远和居然拒绝了,还说什么导师可能晚上会找他? 他导师是什么工作狂吗?大晚上去他房间找他谈实验不成。 我没质问,因为宋远和打了巴掌,又赏了得早。 他吻了吻我的唇角,回去再说,嗯? 可是,我一个人害怕。 我拽着他的袖子,最后试图挽留,却还是被敷衍过去。 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愿意待在这儿。 黑暗里,我忍不住胡思乱想。 是不是那个女生在等他? 还是不想让那个女生知道他留在我这里,要开始为了别人守洁了。 枕头有点湿了,我也睡了。 本来和宋远和约好,今天去西湖还有法喜寺的。 我早早就起来化妆收拾,打扮得比以往还要精致,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就像在看精美的壁画。 正要出门,宋远和的微信发了过来,导师临时有事,组里开会。 他来不了了,让我自己玩一天,他明天再来陪我。 虽然委屈,可以往这样的情况太多,我立马忍住情绪。 打电话,过去想和他撒个娇。 顺便安慰一下双休日还要干活的他,还是被挂断了。 我只能发了微信过去。 魂不守舍的,在房间等了两个多小时,才等到了他一句。 嗯,原来这个字这么长,长到两个多小时里,他都没空发过来。 突然就笑了起来,笑弯了眼睛,笑模糊了视线。 杭州这么漂亮,我却困在酒店里,困到宋远和来。 他眼底有浅浅的清黑,看起来累极了。 一进门抱了抱,我就坐在沙发里睡着了。 他说今天会来找我,他不是来了吗? 还有什么好介意的呢? 我安慰着自己,拿一条毯子想盖到他身上,却看到他打开的手机,正巧从手中滑落。 从来没有窥探过他隐私的我,这次有些忍不住了,鬼使神拆地拿走了他的手机,打开微信。 圆南和圆鱼显然是兄妹,我点开了他的头像。 看到昨天他们的聊天记录时,我已经有点绷不住了。 倒不是内容,而是时间。 我给宋远和发了那么一长串,是在早上九点多。 他临近十二点,回了我一根。 而圆南十点多发了几个菜名,宋远和秒回了一根。 嗯,原来一样的字,也能叫人读出不一样的情绪。 我忍不住又朝前翻了翻,圆南话不多,宋远和也高了,他们聊天内容没什么不妥。 唯独四年前,我刚和宋远和在一起三个月左右的样子,圆南问过他一个问题。 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? 没有吧。 这三个字,刺得眼睛生疼。 我忍不住抬头看着熟睡中的宋远和,原来真的不喜欢。 可是不喜欢,为什么要同意我的追求呢?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? 我有些不太明白。 呆呆地关掉手机放回去,坐在一旁放空,或者说回忆,回忆那些被冷呆的过往。 宋远和醒来的时候,正巧看到我坐在一旁盯着他发呆,就扶着头笑了一下。 看不够。 已经缓过进来的,我笑了笑,没说话。 他起身揉了揉我的头,去洗了把脸,就带着我出去玩了。 或许是心态变了,在法喜斯求音员的时候,我并没有什么期待,也不觉得开心,就好像再走一个形势似的。 这场感情快要结束了。 我明白,也痛苦,但无法阻止。 清醒地,让自己沉迷在这最后的错乱里。 杭州下起了细雨,我是一个人乘飞机回去的。 宋远和要跟着他族里的同学和导师一起回,或许是要和原来一起回。 但我好像已经懒到不愿意去思考,到底是什么原因了? 这都不重要了。 和宋远和之间的平静一直维持到一周后,我生日那天。 请了十来个玩得好的朋友们一起吃饭,顺便去KTV。 我不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,之前生日都像是平常的日子一样过去了,也可能是因为和宋远和在一起的原因吧。 知道他不会当回事,我也就假装自己不当回事。 现在突然平静下来,索性就过了一次生日。 闺蜜葛秋问我男朋友怎么没来,我就打了个电话给宋远和。 没意外的,他拒绝了。 怎么了?我以为只是我不能见人,原来他也不行。 不说,懒得来,我去做实验,晚上找你。 宋远和说完就挂了电话,听着里面的盲音,我笑了一下。 葛秋看到我笑,很兴奋地问我宋远和是不是会来。 见我摇头,他瞬间梦了。 得知前因后果之后,他问我为什么要把宋远和留着过年。 你疯了吧,徐子清? 你忘你高中的时候多拽了? 认识你的人都恨不得抽你的那种,怎么现在要给狗男的当舔狗啊? 是吗?我都快忘了。 到了KTV以后,葛秋还在全程给我洗脑。 由于轻度酒精过敏,我并不怎么喝酒,也不知道是气氛使然,还是葛秋太能说。 我拿起桌上的酒杯,就一口闷了。 可能是酒壮耸人胆,也可能是过去的委屈和不满,都被酒精催发。 我轻轻应了一声,好啊,我分。 葛秋巴巴不停地小嘴僵住了,很快回神。 那你现在就分。 我愣了一下,拿起手机就准备出去。 葛秋突然又接了一句,轻轻这么好,不该受这么多委屈。 心里疼起暖流,直冲眼底,我低着头没敢看他,跑了出去,平复心情以后,宋远和接了我的电话。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是我生日。 他居然都不挂电话了。 宋远和,我们分手吧。 那边沉默了仅仅一秒,就沉声道,发什么疯? 你的东西,我晚上回去,就帮你全部顺起来寄到学校,不要再见面了。 我没理会他的嘲讽,挂断了电话。 我以为自己决心和他分开的这一刻,会很难过。 没想到,竟然是轻松。 好像压在身上的担子被卸掉,整个人都轻飘了起来,但很快难以承受的疲倦,就席卷而来。 和朋友们玩到十二点多才回去,也喝了不少酒,因为轻度酒精过敏,我并不会醉。 只是整个人连肚皮都红了,头也隐隐作痛。 开门的时候,看到宋远和坐在沙发里看文献,我是有些猛的,眨了眨眼睛。 喝多了? 宋远和放下Pad,就朝我这走。 我扶住门口,抬手示意,他别过来。 说这句话的时候,不知道为什么,我有些哽咽。 不是,分手了吗? 认真的。 宋远和脸色略微冷了下来。 凭我对他的态度和感情,这四年,我有拿这种话闹过吗? 一次都没有。 因为我知道,如果提了,很有可能就会成真。 所以,为什么会觉得我不认真呢? 我看着他无动于衷的模样,有些认不清,原来就是这样的人。 我喜欢了四年,喜欢的没有自尊,喜欢成了一个傻子。 心里的刺痛感,驱散了酒精挥发,带给脑部的胀痛感。 我整个人变得有点亢奋,说话,也大声起来。 还能是假的吗? 四年了,你不烦我都烦了,为什么不分手? 其实明明可以控诉他,有多么不把我当回事。 有多么没有尽到一个男朋友应有的责任,有多么对不起我。 可决定放弃的这一刻,歇斯底里只会证明着,自己有多可怜,忍受了多手。 都不如现在说,这样的话,让我痛快。 因为,我会真的以为,我烦了,是我不要他的。 许子清,再说一遍。 我低头换了鞋,没看他,表面上若无其事,手却抓紧了包带,再说多少遍都一样。 果然回应我的是宋远和的一声冷笑。 他避开我走出去,连房门都懒得关,就好像一个匆匆的过客。 我看了一眼亮灯的走廊,关上门,开始默默整理他的东西。 连毛巾这样的小物件都给他放进箱子里,却也只不过放了大半箱。 原来他在我生命中的痕迹这样少,就连我用的杯子都与他无关。 将箱子放到门口,改了密码,清除了指纹,打扫了屋子的每个角落,他就好像再也没来过。 天也蒙蒙亮了。 我缩在沙发上睡了过去,眼泪在梦里悄悄地流着,这是最后一次了。 和宋远和分手半个月,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平静,也没有那些会席卷而来的撕心裂肺的痛处。 不必再等着他的消息,不必为电话被他挂断而难受,不必为了他的每句话,想东想西。 离开他,比我想象中要快乐很多。 我可以和同事,朋友们吃夜宵,玩桌游到很晚才回家,不用担心错过宋远和回家。 还记得有一次,宋远和盲项目,我们整整一个月都没什么联系。 虽然想他又委屈,我也不敢闹,慢慢习惯之后就和同事们一起玩。 那天恰好还在外面吃饭,宋远和破天荒地给我打了一通电话。 我仍然记得当时自己手都有点抖,声音也抖。 怎么了?我回来了,你不再就问问。 我和同事在外面吃饭,我现在就回来,说这句话的时候,我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开心,只是脑子热热的。 不用了,你玩吗?宋远和打断了我的话,力所地挂了电话。 可我还是和同事到了别,火急火燎地赶了回去,真的太想他了,好想见他。 偏偏等待我的,只有一屋子黑暗。 他走了,多几分钟都没等。 我说不出当时的自己是什么心情,无措的像个迷路的孩子。 不过更让我无措的是现在。 断连半个月,走得干净利落的宋远和就在我家门口,靠着强直勾勾地看着我。 我不想分手。 宋远和不像是求复合的,倒像是谈要求的。 但是他说出来的话,还挺让我震惊的。 我真的完全没想过他会想复合。 我以为他和我分开,不会有任何遗憾。 甚至应该很快会和圆南修成正果。 大概是出于困惑吧。 我就问了出来,为什么? 宋远和现在倒是愿意告诉我自己在想什么。 而不像从前一样,什么也不说。 闷在心里冷冰冰的,叫我想破头,焦躁难安。 和你分开的半个月,我很不开心。 他垂着眼睛没有看我,看起来有些低落和纳闷。 可能他自己也没想明白,为什么会不开心。 我盯着他瞧了一会,打开门,你只是不习惯,但你迟早会习惯的,别来了。 是吗? 我关门的时候,听到宋远和低声反问了一句,不是质疑。 好像他自己也在思考问题的答案。 靠在门上,我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胸口,跳动得并不剧烈,只有一丝丝可以忽略的疼。 是,这句话,我讲给自己听,也讲给回忆听。 时间再长一点,他对我而言就是陌生人了,现在不要出现。 公司有去美国总部学习一年的机会,我争取到了。 和爸妈沟通之后,就上了飞机,白云之上,所有被抛弃的自尊,丢掉的坚持,放弃的性格,我都找了回来。 在美国的一年,因为没什么其他要分心的东西,感觉除了工作,生活一片空白,我就只能全身心扑上去,慢慢在总部站稳了脚跟,学习交流时间结束,也成功留了下来,成为了项目部的副总监。 公司和M大一个计算机实验室有合作要谈,我便带着几个人去了M大一趟,和史密斯教授见面的时候,他身边跟了一个学生,很高,是当初带我进A大的男生。 那一瞬间,被埋藏的记忆蜂拥而来,我想到袁南说的那句一般,忍不住偏头看了一眼墙壁上的镜子,还是那张脸,但四年里,我被磨去的棱角又浮现,只是这一次藏在了某底深处,原来一个人,真的可以脱胎换骨。 我冲那个男生友善地笑了笑,开始和史密斯教授谈合作。 教授是个爽快人,我们只谈了四十多分钟,就基本确定了初步合作的意向。 他让周志也带我们一行人逛逛实验室,顺便逛逛M大。 你是今年刚来读研的吗?我抬头看着周志也,随便问了问。 他相遇故知,还是给我善意的故人,不免觉得有些亲近。 周志也点点头,不是,炎二了,我记得你。 那件事对他来说只是举手之劳,他还能记得我,我有些吃惊,真的吗? 你居然还记得,自我介绍一下。 徐子清。 周志也。 周志也笑了一下,因为蛋糕很好吃,而且你当时好像要哭了,所以印象比较深。 原来那么明显吗?我以为我忍住了。 我笑了笑,心里没在起波澜,都过去了。 因为同事们都表示想吃M大的食堂,周志也征求过大家的意见后,就带我们去了M大的一家中式餐厅。 环境很好。 让我吃惊的是,周志也明明是在场最小的一个,却把大家都照顾得无微不至。 把菜单给每个人看了一遍之后,他又加了几个特色菜,特别有注意大家的口味。 因为身高原因,手长脚长的他,看到任何人有够不到的菜,都会用公块帮大家加到碗里,也会主动帮大家添饮料。 观察到这一切的,我其实心里是起了波澜的。 他长得真的很高冷,一副不爱搭理人的样子,可这一回又让我想到当初他的礼貌和体贴。 分寸感掌握得极好,既帮助了别人,又不会让别人多想。 随着合作的推进,我们整个项目组的人都和史密斯教授那边的几个人熟络了起来。 大概是因为有点缘分,又都是中国人,甚至连租的房子都是一个小区,所以我和周志也的关系更为清静,已经算是能交流心事的好朋友。 项目结束,大家一起喝酒,吃了庆功宴,我和周志也在繁华的街道上,散步往家走。 你没多久就要毕业了吧?回国还是留在这里。 我踢着石子,随便问了问。 随便吧,无所谓,你呢?继续在这发展。 我笑着摇了摇头,不不不,公司有调动,这次项目很成功,我说不准可以申请回国,升级调动。 这样,那我也回去吧。 周志也抬了抬下巴,示意我到家了。 我面不改色地冲他摇了摇手道别,心跳去快了一点。 谁都不能否认周志也的魅力,但是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? 什么叫也回去?不敢再多想,强迫自己不能恋爱脑,好好搞钱,不要做一般的女人。 这么自我催眠着,我便陷入了梦乡。 很巧我回国的时候,周志也也毕业。 我俩边又顺了个路,从美国顺到中国,甚至顺着他连住的地方都在我家小区对面。 周志也这样的履历,到处有人抢。 他直接选择了国防相关的工作,十分机密,但朝九晚五,专车接送,非常幸福。 周志也生日的时候,我们正好在回来的飞机上,所以三天后,他补了一个生日聚会,请了他的几个好兄弟去喝酒,都是A大的。 他的朋友都和他一样,性格之中待戏,很好相处,喝到一半,有个人突然说了句话。 我一朋友今天生日,喊我去,我都没去,他妈的谁知道他也在这玩。 谁啊?喊过来就是了,病一病。 你们应该也认识,宋远和比我们大一届,信念学院的。 听到宋远和的名字,我只是顿了顿,没有多余的表情。 突然想起来,今天是他的生日,我还真得忘了。 受惊心不行啊? 周志也无所谓的耸了耸肩,偏头看我,人再多点介意吗? 我心里叹了口气,所有人都看着我,还能说介意吗? 没事,无所谓的。 果然没多久,包厢门被打开,宋远和那群人就这么进来了。 将近两年没见,他一点都没变,身边站的人还是袁南。 显然宋远和看到了我,他向来寡淡的脸上出现了一些别的情绪,让人看不懂,但眸色翻涌的厉害。 所有知情人都在粉饰太平,大家坐下喝酒玩游戏。 大概是酒精上头了,抽到大冒险的我,居然被要求亲一下周志也的脸。 还没等我拒绝,一直安静的,有个性的袁南开口了。 宋远和,我之前说错了,你前女友还是不一般,厉害的。 所有人文言都看向他,然后慢慢把视线转到我和宋远和之间。 宋远和皱眉低声道,够了。 不知道为什么,我是他女朋友的时候他随意我被袁南羞辱,成了他前女友。 他反而维护起来,连袁南都舍得凶了。 袁南这句话半代调侃意味,也不算多冒犯。 如果我生气了,在酒桌上可能就是我性格不好,放不开了。 还不等我说话,周志也就朝后靠了靠,笑着解围,我追不到的女生,当然厉害。 虽然知道她只是体贴,但我真的会心跳变快。 我红着脸,偷偷瞄了她一眼,收回视线的时候,和宋远和对视。 她看到了,她抿着唇,脸色看起来很差。 我偏开了头没再看,轻描淡写,带着嘲弄的语气看向袁南。 你也蛮不一般的,上赶着当三,还这么嚣张。 你再说一遍,这次没有人拦着我,再说一万遍都可以。 不过袁南显然很泼妇,还没等我说点什么,便拿着酒杯就要泼我,被周志也捏着手腕拦住。 女孩子这样,上赶着也没人要的。 周志也应该捏得力气不小,袁南脸色白了。 我长吐了一口气,对着周志也的朋友道了个歉,就拿包想离开。 羞辱袁南真的很爽,也许我会忘记宋远和的伤害,因为那是我自己就由自取,怪不得任何人。 但袁南不一样,对他我真的一秒都没想过要人。 周志也也跟他兄弟打了个招呼,跟着我出来,送你回去。 抱歉啊,跟我还谦虚什么? 周志也笑了一下,都问你介不介意多点人,介意还憋着。 袁南不发疯,我是真不介意。 看出来了,挺好。 周志也喝了不少,把我送回来也没多留就走了。 我在沙发上玩了会手机,正想洗走,门铃响了。 透过猫眼一看,居然是宋远和? 我没想开门,转头就要走。 他却说了句,知道我在里面,想聊聊。 他想聊我就得开门。 我若无其事地继续往房间走,总归等不到他就会离开的。 宋远和向来不是会浪费时间的人。 但我实在没想到,第二天早上出门准备去上班的时候,会看到宋远和就坐在我家门口。 他睡得很浅,开门声立刻惊醒了他。 宋远和的腿可能有点麻,扶着墙站起来,看着有几分可怜和骆驼。 徐子清,要上班了,我没理他,准备走,耽误不了几分钟。 可是我几分钟都不想为你耽误怎么办。 我笑了一下,电梯门正好开了,连忙进去。 因为不想和他单独相处,我飞快地按上电梯门,谁知这人居然伸手拦,被夹得眉头紧皱,看起来就疼。 我心里默念了一句神经病,却没有多废话,也没有道歉。 宋远和走进来看了我一眼,微微垂着眼睫,似乎有点受伤。 他大概需要花点时间消化一下,从前恨不得把他当成神的舔狗,现在理都不理他了。 所以,直到我开车走,宋远和都没再和我搭话。 我以为宋远和搞明白状况还需要很久,谁知道他适应能力是真强。 等我工作结束回来,他又站在门口了。 明白这次不聊就是没完没了。 我进去就没关门,宋远和果然跟了进来。 进来以后,这人又跟个哑巴似的坐在沙发上装深沉,什么也不说。 其实我都懒得跟你聊。 你要不想说就走吧,我得休息了。 我没习惯。 宋远和突然抬头了,他静静地看着我。 你说我只是不习惯,可是我一直没习惯。 我再找你就找不到了,一直没找到。 他声音偏低,说得慢了,还有几分委屈的意味藏在里面,听得人纳闷又想笑。 有那么一瞬间,我想把所有的话都问出去,可是比起让他后悔,我更想让他不甘心。 这一刻,他站在我面前,这副模样,我才知道,我没办法释怀那四年的伤害。 等我找回自尊以后,我根本不能对那些冷漠释怀。 所以,我只是撑着桌子,无所谓地问他。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? 宋远和垂下眼睛。 你为什么突然不喜欢我了? 是突然吗? 是水滴石头都要穿,这样才放弃的呀? 你不是也喜欢袁南吗? 难道我变心还能比你早,干嘛觉得我对不起你? 我只是不喜欢你了,总比你一亲别恋好点吧。 很久以前,和你在一起之前的事了。 后来我喜欢的,一直都是你。 宋远和唇色有些发白,不知道是被我戳破了事实,还是难受,我说不喜欢他,总之可笑得要死。 不想再听那些恶心人的过去,我皱眉示意他离开。 宋远和却在我转身的时候,拽住了我的手腕,再试一次好不好。 以前喜欢,以后也会再。 他修长的手只扣在我的手腕上。 我才知道,我讨厌他到了被碰到都会反胃的地步。 猛地甩开他,往后退了一大步,滚开。 别碰我,别恶心我。 也许恶心两个字,真的刺痛了宋远和。 他眼睛红了,脊背也微微弯曲了一点,像在忍耐着什么。 宋远和一直是一个很能忍的人,到这个地步,他还是绷住了情绪。 只低声哀求似的,徐子清,别这样对我。 我看着他这副样子,心里莫名出现一种舒坦的感觉。 这时候突然意识到,原来我是有些恨他的。 也恨自己。 无法原谅那段过去,无法原谅那个卑微地失去自我的自己。 也无法原谅,明明不喜欢,却还要和我在一起。 给我希望,又给我冷漠的他。 如果他拒绝我,我们就不会有交集,我也不会有痛苦。 如果他早点告诉我,我也会及时止损。 而不是一次次欺骗自己,他喜欢我。 宋远和,我就是恨你,恨你明明不爱我,还要答应我,恨你的冷漠。 恨你喜欢别人,我在美国每天都会梦到你,梦到你怎么挂我电话,怎么伤害我,怎么敷衍我。 我直勾勾地看着他,把情绪崩到极点,勉强挤出两滴眼泪。 宋远和脸色惨白,薄唇紧敏,既震惊又悔恨。 对不起,轻轻我没有,我没这么对你。 我可以弥补,我可以改的。 听他这么说,我心里一阵冷笑。 如果真觉得自己对不起我,应该快点从我的世界消失吧。 而不是这样自私地企图安慰自己。 好,我垂着头,低声答应了他,不要骗我。 宋远和似乎没想到我会答应,整个人愣在原地,然后笑了起来,开心地向着孩子,手足无措,想靠近我,又退后了半步。 你先回去吧,不早了,我要休息了。 那天以后,宋远和如他所说一般,弥补我。 虚寒问暖,时不时地送吃的和礼物。 短短一个月,送我的东西比过去四年多。 我在家看电视的时候,他打来了一个电话,我跟往常一样挂断。 他又接二连三地打了好几个,都被挂断。 翻了一下微信,发现他下午的时候说自己生病了,在医院挂水,问我能不能去看看他。 在谈项目呢,你找你同学陪你吧。 我把这句话发过去之后,就扔开手机,去阳台晾衣服。 没想到,却看到楼下站了一个身影,看起来似乎是宋远和。 我家亮着灯,他站在楼下看我晾衣服,跟当初他骗我是不是一样的。 假装没看到他,晾好后又回去,微信弹出一条消息。 好,少喝酒。 宋远和消失了两天之后,索性出现在了我公司楼下。 前台打电话来说,有个自称我男朋友的男士来找我。 什么男朋友? 我没有男朋友,神经病一个,跟他说我不在。 挂了前台电话之后没多久,周志也就约我出去吃饭。 我看也快到饭点了,索性就答应了。 下楼的时候,其实我看到了坐在角落的宋远和,但还是假装没看到。 反正他会忍着的,和以前的我一样,又不一样。 我从前是自欺欺人的傻子,他是自以为的赎罪者。 到了约定的餐厅以后,周志也已经到了,最近都没声音了,谈恋爱去了。 我拿筷子的手盾了一下,没想瞒着他,不算吧。 不算,啊,你干嘛了?老实说。 等听我说完这一切之后,周志也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,脑子没坏啊。 我知道我不应该跟宋远和再纠缠。 哪怕是报复也不应该。 可有一句话,我没骗宋远和。 刚到美国的时候,我真的经常梦到他,全是噩梦。 那些过去已经成了十分深刻的伤疤,我想治愈他们。 我和他都有错,我没想全部怪他,是他非要缠着我,让过去的一切全部又摊在我眼前的周志也。 你没被人那样不当回事,你不会懂的。 说完这句话,我就告诉他,我想去趟卫生间,便匆匆离开,去洗了把脸。 出来的时候,宋远和就抱胸站在我面前,神色寡淡,语调略带嘲讽。 许总谈项目,就是十一点半从公司出发,和老熟人亲亲我我。 我扔掉手上的纸巾,破罐子破摔,用他惯用的话回他。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。 许子清,你已经答应和我复合了,我愿意弥补你,对你好,你还想怎么样? 宋远和上前一步,抓住我的手腕,眼眶有些红。 我猛地推开他,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? 我有和任何人承认过吗? 我有对你说过任何让你误解的话吗? 别在公共场合,闹了,多丢人。 大概是看我离开太久,周志也走了过来。 隔开我和宋远和,轻轻是我女朋友好不好? 宋远和听到这句话,脸色完全黑了下来。 许子清,你真行。 看他这副被绿的模样,我就觉得可笑。 我面无表情地绕开他打算离开,宋远和可能没想到,我连一句解释都不给他。 薄唇抿得很紧,最终像是受到了什么耻辱般开口。 你答应他了? 还不等我说话,周志也就先开了口。 学长,我知道你很优秀,但是我也不差,你别担心了,我爸妈,兄弟,同学,同事,导师,全都给我出主意帮忙,追了一年才追到的,我会好好对他的。 我第一次知道周志也这么会阴阳人,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帮我讽刺宋远和,昔日不愿,和任何人承认我的行为。 哦,对了,我之前读书的时候,实验室也没有女生,没早恋,大学也忙,没心思看女孩子,还没白月光。 周志也看着脸色煞白的宋远和,又补了一句,之前一直追不到他实在是因为他太有钱了,TWE公司副总,家里又有矿,一直怀疑我涂他钱,我真的很累的,哥,别给我添堵了。 听他这么说我实在没忍住,扑斥笑了出来,拍了一下他的手臂。 周志也是搞笑男这件事一直不是个秘密,但是在这种时候搞笑,好像杀伤力更大了。 宋远和的手紧紧握拳,一句话都说不出来,只能看向我,戴着祈求和可怜。 我拽了拽周志也的袖子,没有再多看宋远和一眼,走了回去,别搞笑了。 离开宋远和的视线之后,我和周志也到了线,他无所谓的耸了耸肩,只让我以后不要为了人渣浪费宝贵的赚钱时间。 他说的很有道理,这些都该过去了。宋远和没再出现在我面前过,只是我收到一条被我立马拉黑的短信。 对不起,我之前只是不知道怎么去喜欢一个人,我觉得他对我最大的善意应该是再也不打扰。 而不是为了给自己心理找解脱而跑来道歉。 他那么聪明,应该知道,我最不需要的就是道歉。 听说袁南和宋远和吵了一架,袁南等了宋远和好多年也没等到结果。 吵了一架之后,他第二天就和别人谈起来了。 这就是有个性的女生。 找备胎都这么光明正大,不带遮掩的。 不过我还挺意外宋远和会吵架的,所以说袁南才是他的真爱啊,说不准最后兜兜转转,他俩还得在一起。 对我,只是宋远和舍不得一个忠心耿耿的舔狗的执念和小小的愧疚罢了。 毕竟宋远和骗得了自己,骗不了我,我可是亲耳听到那句配的。 众人起哄的那三十秒,宋远和难道不觉得自己从前喜欢的女神,才是最配他的那个吗? 那怎么会是场面话?杭州那天,他先秒回袁南的微信,再回我,腌制他即使不喜欢了,又对袁南连半点温柔都没有了吗? 渣男好像总爱把自己塑造的痴情不悔,伟大专一。 给自己的不爱找借口,说不懂爱,怎么会不懂,分明是不想懂。 公司放年假,解决完这段烦人又熬人的过去之后,我完全轻松了下来。 索性偷偷收拾行李,一个人跑去冰岛看激光去了。 看世界的山川湖泊,星河平原,爱恨就很难继续营绕心头了,做一个开阔地活着的人会幸福一辈子的。 绚烂的激光下,周智也给我打来了电话,偷偷跑去冰岛玩不喊我。 你又不放假,请个假陪好朋友看激光怎么了,主任肯定会同意的。 好朋友? 是啊,好朋友也很好的。 我笑着告诉他下次。 下次什么? 转个头? 周智也轻泽了一声。 我的心莫名提到嗓子眼,回过身,一个高大的身影,真的背着包站在激光下。 那一瞬间,我好像明白了。 这世间,爱也重要,恨也重要,唯独遗憾和后悔不重要。